人類的近親就是黑猩猩 京都大學做的實驗 首先有一個螢幕 然後它會顯示一些數目字 在不同的位置 即是可能顯示三秒左右 然後那個數目字 就會給一個白色的正方形 立即遮蓋了 那個實驗就是要遮蓋了之後 就要順著那個數目字的順序 就按一、二、三、四、五 這樣按出來 然後黑猩猩是可以… 即是說一個螢幕有十多個數字 它也可以很快地讀… 這樣按出來 它全都看得出來 對 全都看得出來 對 因為我是看那條影片 你也看不到 我是那三年… 我還沒看完數目字 我還問一下 衣服在哪裡的時候 已經遮蓋了 然後我根本就做不下去 真的超厲害 對 然後這個實驗就是 那隻黑猩猩是打敗了 當時英國最強的記憶力的大學生 他贏了 很無辱 這麼厲害嗎 很厲害 是那隻黑猩猩還是所有黑猩猩 做實驗的黑猩猩 然後… 還有一隻成都自己也有不開心 我聽說為何牠們可以這麼快 因為我們人… 即是我,我不知道你們是否 我就是要看一、一、二、三、四 然後記住那個流氓 牠們就像整個照片一樣 記住了 像拍照一樣記住牠 牠還要知道一、二、三、四、五的順序 牠還要拍得數、六字 這一下才厲害 對 我說了 我接下來說這個 我贏了你的動物 還有可以幫牠做一個平反 好,幫牠過來 我們經常老一些金魚 只有七秒幾億 我這單… 他們只有三秒 你還說三秒 還說三秒 沒錯… 我今天這單晚間聽聞 簡直可以幫金魚來一次大平反 四個字,五個字 是 金魚式駕駛 金魚式駕駛 你們有多少人有車牌? 這裡沒有車牌 我沒有車牌 肥油了 我駕駛車很厲害 金魚也厲害 金魚式駕駛車,你知道這很厲害嗎 這是以色列的大學做的研究 製造了一輛魚動車 魚動車是什麼? 首先有四輪的電動車 上面放了魚缸 魚缸有一個裝置 只要金魚碰到魚缸的這一面 那輛車就會向這個方向,往前走 對,這就是魚動車的基本設置 然後研究人員訓練一條金魚 由一間房間… 出了房間,轉了很多不同的彎 然後由房間離開這個建築 到外面離開建築物的實驗 然後訓練金魚 怎樣訓練呢 一開始就會… 例如這間房間的門口是那裡 他就會在門口的位置 把那棟牆有了粉紅色 然後就要導向金魚 只要他去到粉紅色,就會給他吃 經歷了一段訓練之後 後來金魚沒有了粉紅色 他也會記得由房間 出到外面的建築物 外面的路怎樣走 他記得整條路嗎 記得整條路 由這裡轉左再轉右再走 然後再走